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3日 西班牙12马击败瑞士 周五深夜,欧国悲重燃战火 瑞士与西班牙展开半准决赛的首场争夺 上半场开播仅8分钟 西班牙右路开出脚球 左底爱巴一脚远射 提球击中萨卡利亚入网 这也是本届欧国杯第十个乌龙球 下半场,沙基利门前推射破门替瑞士扳平比数 随后费奥拿染红离场埋下隐患 双方90分钟踢成1比1 加时赛中,西班牙占尽上风 可惜他们头顶脚踢都无法再添记录 比赛只能以12马决胜 最终西班牙在12马阶段赢3比1射险晋级 比赛开始仅8分钟 西班牙取得梦幻开局 西班牙右侧脚球开到湖顶位置 左底爱巴迎球怒射 皮球打在萨卡利亚身上发生折射入网 西班牙1比0瑞士 13分钟,瑞士前场抢断成功,杀鸡力回敲 史提芬苏巴根进停球过大被右西蒙没收 16分钟,西班牙获得禁区前沿罚球机会 左至高机主射稍稍高出 24分钟,西班牙右侧脚球开出 安斯派古打头锤弓门顶的太正被门将恩苏马没收 31分钟,佩德里和费兰托雷斯打出撞墙配合 但最后一下传球力度稍大被门将拿到 40分钟,杀鸡力送出挑船 史提芬苏巴插赏获得单刀机会 但球正举其示意他越位在先 上半场结束,西班牙暂时以1比0领先 一边再站,50分钟,丹尼奥莫左路连续踩单车 摆脱防守后送出船中 左至高机头锤弓门高出 55分钟,瑞士左侧脚球开出 萨卡利亚头锤弓门顶向左下脚 皮球擦住出了底线 63分钟,鲁宾华加斯直传送入禁区 史提芬苏巴插赏小角度打门被右西蒙封堵出底线 68分钟,西班牙后场出球失误 费奥拿断球后横传中路 沙基利跟进推射破门扳平比分 瑞士1比1西班牙 74分钟,谢拉特摩兰奴直传 艾斯派古达右路跟进横传至门前 但没有队友包抄,皮球滑门而过 77分钟,费奥拿中场拼抢时 缠导谢拉特摩兰奴被直接红牌罚下 84分钟,伯迪做球 进区前沿谢拉特摩兰奴射的太正被门将没收 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踢成一比一进入加时 加时赛中,多踢一人的西班牙几乎对瑞士形成为攻之势 但是他们多次有威胁的攻势都被恩苏马奋勇化解 经过30分钟加时,西班牙都无法取得入球 两队进入互设12码阶段 西班牙首个12码中注弹处,瑞士则在摄入第一球后连续摄失三球 最终西班牙从后赶上12码赢3比1 总比数4比2击败瑞士率先杀入准决赛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